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出埃及记》的第32章 记载以色列人民如何背叛上帝 敬拜金牛偶像 上帝为此惩罚以色列百姓 而33章及34章则记载 上帝如何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以建立新的关系 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 是非常重要的 它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民因为忘了 他们与上帝所立过的约 导致整个民族差一点 在旷野当中灭亡 而上帝是何等的慈爱 愿意给百姓再一次的机会 再一次与他们重新立约 当然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中间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也让我们看出一个 属灵领袖的无师与伟大 在34章当中 我们看到上帝亲自宣告说 我是耶和华 是上主 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 我不轻易发怒 有丰富的慈爱跟信实 我坚守应许 直到千万代 并且赦免罪恶过犯 但是我一定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 直到三四代 摩西听到了之后 连忙俯伏在地上 他对上帝说 主啊 我落在你面前蒙恩 求你与我同行 这人名顽劣 但求你 饶恕我们的罪恶过犯 容纳我们 做你的子 我们看到摩西 确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属灵领袖 他明白 他带领百姓的责任重大 他要完成使命 因此即使面对上帝的怒气 他还是勇敢的为百姓求情 希望救回百姓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属灵领袖的责任感 他对他的羊群有责任 他一再祈求上帝的怜悯 赦免以色列人民的罪过 他很清楚知道 若没有上帝与他们同在 以色列百姓绝对没有办法进入 并且承受那应许之地 在这里或许有些人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靠着人的祈求跟祷告 会影响上帝的决定 虽然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上帝好像改变了他的意思 但是我们要明白 不是摩西改变了上帝 而是因为摩西的祷告 是照着上帝所期待的目的而祈祷的 这是上帝自己的应许 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摩西定睛在上帝的应许上 所以他有清楚的带领异象 所以他可以完成上帝交代他的使命 因着摩西的祷告 因着神的恩典 他重新跟百姓立约 今天作为教会领袖的人 也应该学习像摩西一样 成为一个承担责任 具有异象的属灵领袖 愿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